儿园突发火灾 女儿身陷其中 妻子柳如烟 心急如焚冲进火海 却救出了一个不相识的小女孩 彤彤妈妈 你报错了吧 这不是咱家孩子 妻子却泪眼朦胧 紧紧抱着那陌生的小女孩 那一刹呢 我脑海中浮现出妻子的温柔面容 不久后 女儿被消防员从火场中救出 但已不幸身亡 身体被烧得面目全非 灵堂里 白胜一片 最显眼的位置 摆放着女儿的意象 哎 真是可惜 孩子才五岁就 别给了 我知道大家此刻都在观察我 看我这个父亲 面对女儿的离世 内心是何等的煎熬 听说孩子被烧得不成人形 走的时候的多痛苦啊 这些话语 如同锋利的刀刃 深深刺痛我的心 本以为自己已经无泪可流 但听到这些 泪水还是不自觉地涌出 我身体一晃 勉强稳住自己 而柳如烟 她和我并肩跪坐 面无表情地凝视着女儿的意象 甚至比旁人更加冷漠 我听到身后有人窃窃私语 柳如烟本来就不喜欢穆哥 现在孩子末了 我看他们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 哎 穆哥也是自找的 谁让他当初非要追到墨西哥 后来又用公司的事来逼迫柳如烟 这种勉强的婚姻 怎么可能幸福 柳如烟和纪伯达原本就是一对 现在唯一的孩子没了 柳如烟肯定是要和他离婚了 但孩子还那么小 你们不懂 穆哥和柳如烟这种家族联姻 孩子是维系他们关系的纽带 现在纽带断了 柳如烟可能要去追寻真爱了 泪水滑落 我苦笑 是的 当年他和纪伯达在大学时是多么的要点 纪伯达虽然家境一般 但成绩出众 人也帅气 他和柳如烟的故事 曾经轰动一时 后来柳如烟被家族安排出国 纪伯达被柳家警告留在了国内 而我追求柳如烟追到了国外 用家族联姻的事逼迫他结了婚 所有人都知道 柳如烟我们的婚姻厌恶到了极致 我们婚后 除了新婚当晚 其他时间都很少能见到柳如烟 以至于每次都是从纪伯达那里 知道他的信息 一开始我愤愤不平 上门找纪伯达 开门的却是柳如烟 他面无表情 垂眼看我 婚也结了 如今木柳联姻利益最大 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能不能放过伯达 从那之后 我就再没去过 在这种不平衡的畸形家庭里 女儿就成了患得患失 毫无安全感的孩子 他虽然还小 却能一眼察觉到谁对自己是真的喜爱 以至于他虽然渴望母爱 却从来都不敢接近柳如烟 总是带着试探又畏惧的眼神探荡 可纪伯达的女儿 却轻松得到了柳如烟 作为母亲才有的关爱 他对纪伯达的喜爱 在看见他匆忙从火灾中 把他女儿抱出来的那一刻 我才彻底明白 原来这么多年 柳如烟一点都没变 他从始至终地爱着纪伯达 哪怕死去的是他的亲身骨肉 我呼得浑身疲惫 连一句质问都说不出口 心底像是被一把小刀一遍遍地弯开 心口的抽痛顺着神经蔓延到全身 我只见颤抖 眼中一满泪水 看着女儿的遗照 她小小软软的样子 似乎还在眼前重现 呼吸一致 眼前一黑 我一下子栽倒在地上 模糊间 我只撇到柳如烟望过来的冷漠神情 在醒来的时候 周围围满了人 所有人都担忧地看过来 但其实这里面 我有很多见都没见过的人 多半来自柳家和穆家的簇拥者 曾经看到这种表面的担忧 我只觉得好笑不些 可看到柳如烟毫无情绪的那双眼睛的时候 我甚至觉得 有时候人愿意眼一眼都是不错的 我撑着身体坐起来 笑笑 没事 各位别担心 柳如烟的父亲和我父母坐在一起 三个人眼中都是一出的交集和忧伤 后来屋内只剩我和柳如烟 柳如烟 你有没有过一点后悔和自责 当初如果你抱着的是我们的女儿 柳如烟抬眼 她扯了扯领带 我和博达的女儿离得更紧 当时那种情况 牧哥 你现在最应该做的就是给彤彤安顿好后事 而不是纠结那些没有用的 莫须有的东西 手机叮铃声响 我垂眼看手机 那是一张女孩笑得格外开朗的照片 这是纪伯达发过来的 图片上的女孩是纪伯达的女儿 而照片里面 抱着女孩如沐春风的 是柳如烟 疼痛和压抑如腾万般紧紧将我缠绕 我的手骤然捏紧 她女儿活下来了 而我的女儿永远葬身在那片火海当中 她的生命在五岁那年戛然而止 失去呼吸的前一刻 她亲眼看着自己的母亲将别的女孩抱出去 求救的双手也被烈火烧焦 她是怀揣着怎样失望和恐惧的情绪啊 柳如烟 既博达的女儿也挺需要你的吧 你不用在这陪我 浪费时间 柳如烟皱眉 穆哥 我说过很多次我们的事不要牵扯博达 你不会好好说话是吗 我盖上被子 测过身不想面对她 我已经在好好说话 请你先离开 我想休息了 从前我百般奢望柳如烟的一个眼神和一句安慰 如今她坐在我床头陪伴着我 我却只觉得窒息 彤彤的后事处理好后 柳如烟的闺蜜沈梦又却找上我 我和柳如烟在一起的时候 她就不待见我 可其他人讨好的模样完全不同 可以说是有我的地方没她 有她的地方没我 偏偏彤彤出生后 又喜欢她喜欢的姐 沈梦又对彤彤比柳如烟这个做母亲 还要多上几分耐心 如今她来怕也只是过来质问 我自然不愿意见面 有什么事就说吧 如果是指责什么的 我不想听 我也没必要听 沈梦又眼瞳微闪 我没必要落井下石 彤彤是无辜的 我讨厌你也不会用这种方式打击你 我知道柳如烟没把孩子救出来 就算要责怪 也该责怪她这个做母亲的 我坐在沙发上 偏过头看向窗外 自从彤彤走后 每次听到柳如烟的名字 那种沉重的无力感都让我窒息 过去那些对柳如烟的坚持 全都在此刻变成一个笑话 每次回忆起来 都无声地嘲讽着我 我只是看看 彤彤的母亲还好不好 沈梦又诞生 我抬头和沈梦又对视 她又补了一句 也是作为柳如烟朋友的关心 我笑了声 从上次之后 我和柳如烟就再没见过面 这种时候 竟然还是她的朋友带为关心 莫必要 我们会离婚的 这样的婚姻还有什么坚持的必要 过去我以为有了孩子 柳如烟的心就能在家庭上放一放 我的女儿却从没感受过别人拥有的母爱 如今彤彤没了 丧女之痛才让我切身实地地感受 这段婚姻是有多荒谬 一个本甘是有爱才能支撑的婚姻 唯一的太阳木儿 只剩冷漠坍塌的废墟 沈梦又表情明智一瞬 那一瞬间 门却一下子打开 柳如烟那张冷淡的脸先少得 出现了情绪波动 你要离婚 她粗美 谁允许你擅作主张的 沈梦又和柳如烟对视 柳如烟眉头皱得更深 但她没说什么 只直直地看向我 你离婚 那柳木两家的联姻利益怎么办 你想要的不就是这些 现在说不要就不要了 利益 我从来都没在意过这些 柳如烟又接起电话 她语气温柔 等一下 我需要拿个文件 你领着晶晶逛一逛 一会我去接你 说话的时候 她淡漠的眸光却一直落在我身上 晶晶 季博达的女儿叫季晶 我扯唇笑笑 柳如烟拿着文件离开 留下一句 不要再说那些不经过思考的话 哪里是不经思考 彤彤的离开让我大彻大悟 心理问题也不要忽视 这是我朋友 是个有权威的医生 如果需要 你就给他打电话 如果觉得不方便的话 给我打也行 只是想替童童关心你 别多想 我点点头 收下那张卡片 大学专业生物 辅修心理学 我又怎么会不知道自己的问题 知道了 谢谢你 我没办法自救 就连尝试着自救对我来说 也极度的痛苦 和柳如烟在一起之后 我的抑郁和焦虑逐渐加重 一个将重心全都放在家庭上的男人 受到的伤害和喜悦 绝大部分也来自家庭 过去女儿带来的喜悦让我平衡 我能忽视掉那些 被冷落被指责的低迷情绪 她常常扑进我怀里 可怜巴巴的撒娇 爸爸 我不想上学 又或者笑着用短短的手臂抱住 爸爸 我好想你啊 可如今女儿没了 我有的 只剩下那已经蒙尘的 再无法生起一次希望的心了 在之后 兄弟常常陪在我身边 哎呀 你看什么手机 跟我唠嗑行不行 兄弟贺强搭在我的肩膀上 毕巴把手机抢过色道身后 生活一定会好起来的 别让孩子难过 送走了贺强 我又拿起手机 其实我知道大概是手机上 有什么我不能看的新闻 左右不过是所谓的 豪门秘星千金王布的爆料 再加上网友跟风道的评论 我翻着女儿的照片 手机上弹出的娱乐新闻标题 格外显眼 女儿过世 柳氏继承人和白月光再续前缘 某豪门继承人丧影 令泽兴欢 配图是两个并排而行的身影 他们贴得极近 纪伯达的手抓着柳如烟的衣袖 低着头看她 我想过没了孩子 柳如烟会去找纪伯达 但我没想到这么快 在媒体大肆报道我女儿死讯的时候 她竟然还能和别人再续前缘谈情说爱 纪伯达手腕上的手表 在阳光下泛着闪耀的流光 我曾经在柳如烟的书房看见过 那是一个蓝色的丝绒礼盒 明晃晃地摆在桌面上 我笑着拿起 却被柳如烟皱眉指责 谁让你随便碰我东西的 穆哥 要我说多少遍我是因为什么和你结婚 你每天没有别的事情做事吗 我吹着眼江里和和尚 一句话没说离开了书房 原来是送给纪伯达的 我想起大学时 我刚喜欢上柳如烟的时候 我一贯喜欢拿钱表示诚意 几乎可以说是疯狂地追求柳如烟 高调张扬地跟在他身边 那会儿还没人知道我是穆家的少爷 大家都把我当成柳如烟的一个家境殷实的追求者 我常常扯着他的衣袖 柳如烟 今天中午有约吗 一起吃饭拜 我请客 你朋友要不要一起 我笑着看他 柳如烟伸手敲我脑袋 你很有钱 请这个请妹的的 我弯了弯唇 目前的话你帮我垫上行不行 当时我以为柳如烟是真的对我有好感 也就放任自己的喜欢疯狂地自长 哪怕他身边有关于纪伯达的传闻 我也不以为然 自奥地不把任何一个他身边的男生放在眼里 在后来柳如烟对我的态度越发不耐烦和冷淡 布哥 你可以把你的时间放在你自己身上的 毕竟你家里的公司以后还要你接手不是吗 当时我被记者曝出身份 在学校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我却没想过柳如烟会拿这种事当不愿意见我的借口 我笑得僵硬 接什么手啊 你生气了 我确实是应该把这个事告诉你 但是我怕你和我有距离 也怕你觉得我是在乱乱 他冷淡地打断我 我不在意这个事 我的意思是 以后别跟在我身边了 我正要追上去 他的手臂就被纪伯达拉住 纪伯达自然地贴着柳如烟 学业和外貌 以及身上那种温润的气质 他们的确相配 哎 你看我就说 还得是纪伯达 木哥那种大少爷感觉有点太强势了 确实 纪伯达和柳如烟很早就认识了 他们俩挺配的 木哥这种人 嗨 太高高在上了 和柳如烟那种普通家境的人肯定不行 我真的以为是自己的家庭 让柳如烟有压迫感 百般解释 百般示好 他对我却依旧冷淡 直到毕业前夕 我和柳如烟在圈子里的一场拍卖会相遇 我才知道他身价不菲 我一直没想过放弃对他的追求 听说他和纪伯达要分居两地 他要去墨西哥留学 我自然穷追不舍 以为真心能换真心 再不见 也是日久生情 最后威逼利诱的拿着家族利益和他结婚 事到如今 我也该明白 有些事不是坚持就会有结果 女儿的离开让我幡然醒悟 我拿起电话拨通 白律师 你一份离婚协议吧 我从柳家搬出来 把有关女儿的东西全部拿走 正要离开的时候 却和柳如烟一面撞上 他手里捏着文件 抓着我的手带着怒意甩上门 这时我坐在沙发上 柳如烟将外套用力扔下 居高临下的垂眼看我 文件甩在桌面上 什么意思 离婚 我捏着行李箱看他 面无表情地扯扯唇 离婚吧 柳如烟 这么多年 是我对不起你 一直用当年的事把你保在身边 可我也受到了惩罚 我没有女儿了 柳如烟下河僵硬 他诞生 这又是你的什么手段吗 木哥 以退为进 让我对你改观 提到当年 柳如烟的手捏紧 当年的事 你说一句抱歉就过去了 我不想和你说那些 总之 我不想听 我不同意离婚 你需要冷静 不要再给我拿这些莫名其妙的协议 眼眶中的泪水 呼得大滴大滴的掉落 我自己都愣了一下 甚至不知道这泪水情绪的源头是什么 我忍着胸腔的憋门 一字一顿道 是我一直执迷不误地缠着你 柳如烟 我知道悔改了 我放过你 你和纪博达在一起 我会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 以后你们在一起 也不会有外界的阻碍 行吗 柳如烟看着我扮傻 长久的静默后 她似是笑了一下 木哥 我最后问你一点 你真的要离婚 我点点头 毫不犹豫 行 离婚 我给过你机会 木哥 如果你再来找我 我只会看不起你 锋利的字迹在离婚协议上签下 柳如烟转身就走 纪博达来找过我 她带着她的女儿 手上拎着果蓝 木哥 好久不见 确实好久不见了 从我跟柳如烟一起去墨西哥后 我和纪博达就再没见过了 当年听别人说柳如烟喜欢纪博达的时候 我还特意上门找过她 纪博达 你在和柳如烟谈恋爱吗 纪博达笑着看我 这个我不方便回答 不好意思 我笑笑 那我就当你们没什么关系了 纪博达的表情凝固在脸上 她扯唇 木先生当然可以这么想 但别人未必 而且 你追了如烟这么久 要是你们真有可能 早不就在一起了不是吗 如果她真的喜欢 又怎么会允许外界传我和她的事呢 我只当听不出纪博达的言外之意 没关系 只要你们没在一起 我就还有机会 回过神 我想到自己那时候的风发意气和自大 如今只觉得讽刺 纪博达四世退去了过去那种瘦弱骨感 现在红光满面 像是被人养护的不错的小白脸 这么多年 哪怕柳如烟和我结婚了 也不会忘记对她的爱护 我过去还真是错得彻底 木哥 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来这儿 就是想劝劝你 我看着她女儿茫然打量的模样 心疏地一痛 如果我的童童好好活着 也是这样乖巧可爱 我诞生 想说什么就直说吧 纪博达 纪博达将头发别在耳后 孩子没了 我知道你痛苦 但是柳如烟的痛苦也不会比你少半分 这么多年了 你把她留在身边这么多年 是时候放过她了 她摸了摸自己女儿的头 像是挑衅一般 这件事你还不能明白吗 活下来的 是和她毫无血缘关系的我的女儿 纪博达的话像刀子一样扎在我心口 成全我们吧 穆哥 她从来就没爱过你 如今你唯一的筹码都没了 何必自取其辱呢 我冷下脸 孩子从来就不是我的筹码 如果你总是说我女儿的事 我不介意让你横着出去 纪博达脸色一变 还有 你既然和柳如烟恩爱至此 为什么你还要自己上门来让我离开 纪博达攥紧了手 神情一点点地苍白 但我也不会深究了 我和柳如烟很快就会离婚 离婚协议彼此都签了字 你也不用再来找我了 她脸上这才有了笑容 看着纪博达的背影 我呼出一口沉重的气 从前我不把她放在眼里 而如今 我只觉得在她面前的我像个跳梁小丑一般 争夺柳如烟的爱这么多年 最后却要用女儿的生命告诉我 执着一个不可能的爱到底有多么可笑 可柳如烟的离婚协议签好后 我直接出国 决定去国外定居 跟着我一起来的 还有沈梦佑 我趴在栏杆上用力吸烟 缭绕的烟雾和咳嗽的痛感 让我能忘却痛苦 我说你为什么非要跟着我 如果你讨厌我 想怎么样就直接说行吗 我没有力气和你周旋 放过我吧 沈梦又静静地看着我 她半上不说话 最后四十滴难 你知道你不对劲吗 为什么不去看医生 为什么摆脱叔叔阿姨一个人来这边 你到底要干什么 我笑了一下 怎么 你怕我自杀呀 沈梦又眼中情绪复杂 像是被我这句话一下子挑动了哪根神经 难道不是吗 牧哥 你难道要一辈子都执着于这个事 没有柳如烟的爱就让你消弥至此 你忘了你过去意气风发的样子了吗 我垂眼 又倦怠地抽烟 沈梦又 你喜欢我吗 她整个人都僵了一下 下河崩得紧紧的 默等她回答 我自顾自地开始说 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呢 是大学 还是恩 婚后 你是不是觉得 我现在这样被抛弃了 圈子里的人都笑话我 孩子也没了 你就能轻轻松松当个救世主 和我在一起了 你这样只会让我觉得恶心 这话说得难听 又要面子又傲娇的沈梦又一定会离开 然而没听到脚步声 我听到沈梦又四世无奈地侵略声音 我的孩子放学 柳如烟很少回家 你的笑容也越发的少 我愣住 彤彤 女儿那么小 我从没想过 她会把我的开心与否和柳如烟联系起来 我总是对她说 彤彤想妈妈了 妈妈过几天就回来了 妈妈只是出差 怎么可能会不喜欢彤彤呢 妈妈会陪我们彤彤一起去游乐园的 到时候我们叫上彤彤的好朋友好不好 女儿总是抱住我的腰身 无比依赖地靠着我 软软地说一声 好 那样小的孩子 却是在安慰我吗 我颤抖着捂住唇 泪水一瞬间模糊了眼眶 彤彤 我跌坐在地上 短暂遗忘的痛苦瞬间将我淹没 眼前是栏杆前的河水波光淋淋 脑海中却近是女儿娇嫩的面庞 微风和空气似乎都成了一把把小刀 形成了加重我痛苦的利润 我崩溃得嚎啕大哭 不断地发泄着锤打着胸口 女儿 我的彤彤 是爸爸对不起你 沈蒙又将我抱进怀中 他抓着我的手 打我吧 木哥 别哭别哭 回家后 翻找女儿东西的时候 我无意翻出了自己曾经给柳如烟写过的信 当年我追求他的时候 各种方法和手段都用过 伤天害理的事没做过 每件事都格外真诚用心 信有好多好多页 写尽了我对他的感情 可后来信被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 是纪伯达亲手递到了我手里 对不起啊 木哥 柳如烟说让我帮他处理一下垃圾 我一看这是你的署名 就帮你拿过来了 我心高气傲 忍受不了纪伯达看我的嘲讽目光 就扯过信封扔进了垃圾桶 不用了 他不喜欢就扔了吧 后来他离开 我一个人哭了很久 又抽掖着在垃圾桶里翻了出来 一直留到现在 但也没打开过 回顾自己过去的愚蠢 也是清醒的一种方式吧 我打开信封 一直看 看到最后自己收尾的那句话 所以柳如烟 我能陪在你身边吗 我扯唇吃笑 正要扔掉 最后一夜的背面 出现熟悉的自己 那是柳如烟的自己 上面写着 木哥 我不会喜欢你 别自找伤害 莫必要耗在我身上 当年我要是翻开看到 会不会也有一瞬间的犹豫 会不会就能避免如今的下场 再去想 我把女儿的衣服和玩具 拿出来放在身边 翻来翻去 没翻到女儿喜欢的八音盒 大抵是落在柳家了 电话正要给柳如烟拨过去 微信上的信息突然弹出来 是纪博达 照片中 纪博达的女儿和柳如烟面对面坐着 柳如烟面带笑容 女孩拿着彤彤的八音盒 而柳如烟正温柔地揉她的脑袋 胸腔憋着一口气 电话拨过去 柳如烟轻烈的声音 顺着手机传过来 我说过吧 木哥 我只会看不起你 你现在这样再找我复合 我打断柳如烟的话 把我女儿的八音盒还给我 什么八音盒 纪博达女儿手里拿的八音盒 柳如烟的声音一顿 一个八音盒而已 彤彤的那么多东西你都拿走了 这孩子喜欢 就给他玩玩 我深吸一口气 那是我女儿的东西 柳如烟 你不能随便给人 你也没有这个资格给人 行 你想要就自己回来去 我买了第二天回国的机票 沈梦又执意要和我一起 我只觉得烦躁 沈梦又 你喜欢我吗 乐意的逼问 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 是大学 还是恩 婚后 你是不是觉得 我现在这样被抛弃了 圈子里的人都笑好我 孩子也没了 你就能轻轻松松当个就是主 看着沈梦又逐渐变得古怪的神奇 我也瞬间僵住 脑海中波鬼云绝 一针针画面在我眼前重现 这些话 我似乎说过一模一样的 沈梦又抓着我的手臂 他眼里的担忧溢出来 穆哥 我指尖不停地颤抖 可我实在想不起来 到底是什么时候 我拼了命地去想 那些片段却一下子消失了 变得空白 眼泪顺着眼角滑落 沈梦又将我紧紧抱在怀里 我们去医院 现在就去 解离性失忆症和中毒抑郁症 我拿着诊断单愣了许久 想嘲讽式地勾起嘴角 却像是没了力气一般 沈梦又紧紧地抓着我的手 他比我紧张得多 我们接受治疗 好吗 就当是为了彤彤 我眼中微光闪烁 想到过去沈梦又来家里 抱走彤彤出去玩的场景 阿姨 我们可不可以叫爸爸 一起出去玩呀 我想我们三个出去玩 沈梦又通常都毫无情绪地 瞥我一眼 又温柔地捏捏彤彤的脸蛋 你爸爸不是很想出去玩 阿姨带你出去 咱们俩玩更快乐 好不好 当年我从没深究过 沈梦又的目光 小雨稀稀粒粒 后来变成调泼大雨 我们在凉亭下避雨 往后间 我猛然想起什么 抓着沈梦又的手 都怪你 非要叫我出来 我忘了接童童了 沈梦又神情凝住 她眼眸颤抖了一瞬 穆哥 你要去哪里接童童 我皱眉甩开她 什么哪里 我带童童来德国玩 给她送到史密斯夫妇家了呀 你忘了 沈梦又紧紧抓着我的手 她咬着牙 神情痛苦 穆哥 你生病了 童童已经没了 你说什么 沈梦又 你有病吧 一辆急驰而过的车 飞快驶过 一个黑发女孩的身影 映入我的眼帘 女孩慌张无措的眼睛 来回转着 她手中抱着 精致漂亮的洋娃娃 在马路中央僵硬恐惧地 看着车 车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雕小的女孩的面容 和我脑海中 童童的模样重变 我的心一下子被揪紧 猛地朝女孩扑过去 童童 车擦过我的手臂 一道血淋淋的伤口 留在肘臂 女孩被吓得嚎啕大哭 我也看清她的长相 是东方面孔 但不是童童 女孩很快被她父母接走 沈梦又单膝跪在我身旁 她的裙子被淋湿大半 额发早已湿透 她将我紧紧抱在怀里 声音似乎都带了哭腔 阿哥 阿哥 我靠在沈梦又怀中 似乎筋疲力尽 手搭上她的手臂 我想起来了 童童 童童早就走了 再醒来时 我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皱眉揉了揉额头 只觉得浑身酸痛 屋内空无一人 门外却传来争吵声 我掀开被子站起身走近 熟悉的声音传来 沈梦又你什么意思 我和穆哥见面 难道还需要你同意是吗 你们现在离婚了 没什么关系了 那我也是她前妻 是和她一起生活了 那么多年的家人 柳如烟带着怒气的声音 寅忍低沉 让开 我不想追究你们的关系 我只需要知道 她为什么在医院 她到底怎么样了 柳如烟 你和纪伯达要结婚了吧 你觉得你现在这样来找她 她愿意见你 我和任何人的事情 都和你无关 沈梦又 你非要拦在这 我他妈就得问问你 你基于牧哥多久了 一个巴掌声传来 大概一个人挨了打 我轻轻推开门 看到两个女人拉扯的情形 他们都将住 同时扭头看过来 又不约而同地松开手 整理一惊 有几分不自在 我视线落在沈梦又嘴角 伸手抓着她的衣袖 皱眉 你挨打了 像是气笑了 柳哥 你现在都会和沈梦又 一起耍我了是不是 我猛地甩开她 拧唇不语 只觉得烦躁 柳如烟注视着我 眼中怒气都要燎原了一般 说话 沈梦又将我护在身后 诞生 你猜她为什么在医院 柳如烟默然僵住 解离性失忆症 对于创伤性的生活事件 会出现突然忘记的情况 柳如烟 她忘了你却没忘记我 柳如烟瞳孔收缩 她看向我 紧紧注视着我的眼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会忘了我 我打断他们俩的谈话 梦又 陪我进去吧 我腰有点疼 可能是昨天撞的 沈梦又点点头 柳如烟一把抓住我的手臂 阿哥 牧哥 我和纪博大没有要结婚 你留在家里的那些东西 我也没人 我可以陪你一起治病 反正我最近的工作挺少的 女儿的八英盒 我也留着了 一直等你回去 我头也没回地进屋 抱歉 我现在真的不记得 那些事 等我想起来再说吧 我知道 身后的女人并未离开 我如芒在背 她的目光久久没有移开 我还记得 我仰头看着什么用 那些对柳如烟说出的话 都是装的 只是不想再和她有纠葛了而已 她揉了揉我的脑袋 我知道 我愣了一瞬 又回想起刚才柳如烟的模样 直到我生病后 她似乎很着急 我们刚刚结婚的时候 我天天盼着她回家 可她总是三天两头地 在寄图博打身边 我常常装病贴她回来 得到的不过是一句 牧哥 那你就撑住了 死在家里 我只会叫人把你的身体抬出去 在后来 我就算真的生病了 也不会得到她一个关切的眼神 只有彤彤会用自己的小手攥住我 用软软的脸颊贴着我的脸 轻声叫爸爸 泪水速速滴落 每一次想到彤彤 我只有无尽的心疼和苦痛 哪一个父亲能在女儿离开后 还安然平静地活在世界上 我做不到 我也没办法做到 失忆症和抑郁症有所好转 到我常常梦到女儿离开的那一天 她在大火中呼救 拼命地叫着自己的妈妈 却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身体 我生病了 你会保护我吗 我们彤彤不会生病的 如果生病了 爸爸也一定要保护彤彤 照顾彤彤 那妈妈呢 妈妈 妈妈肯定也会保护你啊 不论什么时候 最后 梦中的场景纷然变化 又变成彤彤笑着扑进我怀里的样子 可在一伸手 她又骤然消失了 我猛然惊醒 大口大口地喘息 漠然流泪 彤彤 你会不会埋怨爸爸 是爸爸对不起你 纪伯达给我打了十几个电话 我接起 有什么事吗 她与其焦急埋怨 柳如烟她出车祸了 我捏紧手机 所以呢 和我有什么关系 你想让我回去看她 纪伯达深吸一口气 木哥 我知道你埋怨她当时没能把你女儿救出来 但现在她危在旦夕 如果你还有点良知 就应该回来看看她 不是我撞的她 就算是我 我也没那个良知 可她是知道你生病才去飙车的 她故意往山脚上撞 命都有可能保不住了 电话内是一阵长久的静谋 一头断断续续地传来纪伯达的唾气声 木哥 你难道知道为什么你无论如何是好 都得不到柳如烟的喜爱吗 你难道就没想过你的身份吗 木哥 你母亲过去得到过公司会长的位置 你知不知道 当年同样竞争的 童年去世的 就是柳如烟的母亲张新轩 我捏紧手机 什么意思 你的意思是 我母亲因为植物害了柳如烟的母亲 既博打语气交集 总之 那就是柳如烟一直留在你身边 却还一直推开你的理由 所以 这也是柳如烟一直认为我利益为种 做什么都不择手段的原因 甚至认为 女儿都是我圈住她的武器 我突然觉得一切都太可笑了 她现在命都要磨了 我希望你能过来看看她 她也是受害者 14岁那年她就磨了母亲 木哥 我骤然打断 既博打 我从来都没有捂住柳如烟的嘴 不让她说出那些隐情 况且 当年的事情 我不相信我母亲会做出这种事 我和柳如烟之间 在我女儿离开的时候 就已经走到头了 如果她真的爱过我 那这一切 都是她自己做的选择 任何人都没有逼迫过她 后来八英盒是什么又拿给我的 一同送过来的 还有柳如烟的信 信里的她像是变了个人 好长好长的话 像是生怕再没机会开口 对不起 木哥 我出车祸的那天 爸哭了 他说我一直念叨着你的名字 他犹豫再三 终于说出当年我母亲离开的真相 是他们吵架 我母亲一个不察 翻了车 车毁人亡 对不起 阿哥 对不起 过去我母亲的事 我一直没办法释怀 却把这复杂的情绪 全部都牵连到了你身上 我爱你 从你靠近我的那一刻 从那之后的每一刻 我的目光无时无刻 不停留在你身上 但我一直无法接受 爱上你的自己 所以反复地折磨着 折磨着你 也折磨着我 红红离开的那天 我知道这听起来像辩解 我当时没看到我们的女儿 而纪伯达的女儿离我更近 我救了她的孩子 至于我为什么和纪伯达 总是来往密切 是因为我母亲在世的时候 曾受过她父母的恩惠 木哥 看到你生病 而将我遗忘的时候 那种前所未有的恐惧 和心慌将我包围 我没办法接受你将我忘记 对不起 我知道说再多都是徒劳 这场车祸就是我的赎罪方式 我磨了双腿 再也磨了能站起来的能力 你会 因为可怜我而再回头一次吗 我将信纸点好 放到沈盟佑手中 信扔了吧 莫必要回 我和柳如烟之间 或许真的相爱过 可是到如今 我不想再纠结那些情爱了 我的执着早就成为过去时 柳如烟的悔过和赎罪 都再也和我没任何关系 我只想好好活着 为了我的童童 好好地活 再见柳如烟 是在三年后 鄙视我的解离失忆症和抑郁症 已经好了大半 正和沈盟佑在科隆广场散步 沈盟佑转动着轮椅 四目相对时 她待在原地 眼神一眨不眨地看着我 我挽着沈盟佑的臂弯 毫无情绪地垂眼看她 柳如烟的手放在膝盖上 她下意识抓紧 眸光有几分闪躲和自卑 却还是开口 好久不见 我点点头 好久不见 你最近 还好吗 还不错 柳如烟眸光闪动 她眼中尽是愧疚和悔恨 当年 那封信 别说过去的事了 我们之间 早就结束了 柳如烟眼中泪水坠落 我毫无情绪地错开眼 喷拳旁有鸽子环绕 那一刹那 白鸽飞起 朝着湛蓝的天 向着夕阳 那微动的尾巴 让我一下子想起女儿曾经的话 爸爸 我也想像白鸽一样 飞得又高又远 很厉害 爸爸 你当白鸽爸爸吧 我们一起飞得远远的 彤彤 爸爸正在听你的话 朝着自由 朝着远方 更远更高地飞着呢 在某一瞬间 某一刹那 在我每一个做出选择的时刻 彤彤似乎就在我身旁 永远地 用另一种方式 陪在我身边 全文结束